观众 大家好 这里是艾佛科技 本来是要参加2019年 凤凰网5G时代的科技峰会 但是没有想到现场展台 几乎后期的市面上已经发布 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布的 5G 手机 并且在展台的后面 就是联通和移动设立的 5G 基站 这么近的距离 这么全的手机 而且每一个品牌 每一个型号都准备了两台 分别插上了联通和移动的 5G 测试塔 这可能是我们遇到第一个可以测试华为 高通两大 5G 芯片方案 两大运营商 5G 速度的 PK 台 为了避免干扰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红网运营商 看哪台手机的速度最快 参与测试的有 1 加 i 库 小米 中芯 华为 OPPO 6 款 5G 机型 连接相同的站点 所有的 5G 手机的下载速度 都能达到 1000Mbps 以下 直接打破了目前北京光纤 1000Mbps 有限宽带的速度 因为速度过快 我们不得不关闭系统自带的流量 使用限制 因为测试不到 10 秒钟 就是 1GB 流量 所有机型在同一位置下 测三次峰值 华为 M820 RX 都达到了 1400Mbps 以下 位列第一 中芯 平均只有 1100Mbps 这都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如果说下载 各家的差距没有那么大的话 那么上传 尤其只有华为的均值能达到 89.6Mbps 而其他家都徘徊在 50Mbps 左右 只有不到 M820 X 的 60% 现场这些 5G 手机中 只有华为采用的是自家的麒麟芯片 和自家的 5G 基带 而其他家采用的都是来自高通的 5G 基带 无论是移动还是连通的基站 都是来自于华为的解决方案 只从现场测试数据来看 高通 5G 的方案 无论是上传和下载 都和华为有一定差距 尤其是上传速度 本来我们原计划是 所有的机型 两台手机 同时对比移动跟连通的速度 可惜现场的移动基站 省4.9G 赫兹频段 所有采用高通方案的 5G 手机 目前还会支持移动的 4.9G 频段 所以又变上华为的转场 同样是 M820 X 连接连通的下载速度 要稍快于移动 而上传上连通略微慢于移动 和现场的工程师简单沟通之后 其实两架在极限速度上相差不会很大 主要是测试了各个节点的差别 目前北京五环以内 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移动基站的自盖 而连通也可以通过自带的营业厅 看到国内目前有哪些城市覆盖了 5G 基站 你附近有哪些已经投入使用的 5G 连通 基站 只要你用这一台 5G 手机 并且距离 5G 基站 200 米 以内 如果没有什么遮挡的话 让你的下载速度都能达到 500 兆左右 哪怕是一线城市的很多家庭的宽带 都没有达到这个速度 好了 这里是爱抛科技 我是 Mr. 厉害 希望这个 5G 测测小视频 能让你更为清晰的了解 目前 5G 的真实表现 欢迎点赞 硬币相交 收藏支持我们 如果你最近准备换 5G 手机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面二维码 领取高额的加价券 9 月 30 号之前 参与手机回收金额高于 1000 并且由 5G 手机购买凭据的话 还可以额外再奖励 50 元的现金红包